路口轉彎處電動三輪車 起火燃燒 竄出濃濃黑煙 一名老婦人坐在地上 她的腳被起火的電動車給燒傷 三輪車燒得焦黑 電池殘骸還留在原地 火灶人員到現場要釐清 為何會起火 在家裡有充電 充不可以 不然就用撈的 撈的 撈到家裡來就燒起來 阿嬤的家人也敢來 原來當時阿嬤騎車要去遛狗 電動三輪車準備牽上人行道 卻突然起火 火勢燒得猛烈 連一旁的客運都被波及 搬機也被燒黑 家人說電動三輪車的電池位置有改過 可能是因為車卡住阿嬤硬拉 車底下的電池跟人行道的原始摩擦 才會瞬間起火 他當時並沒有描述說 他是怎麼樣的情形 應該是他的電池的部分 有受損 是摩擦起火 還是電池的安全性有問題 還要調查 但阿嬤的腳被燒得二度灼傷 驚魂未定 需要一段時間休養 才能恢復 這位韓志欣淡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